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把它做成按钮之后的话,就有拆解月份,拆解日,拆解年 所以呢,执行出来之后的话,拆解月,拆解日,拆解年,OK,没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哦,将来你们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其实呢,这三个怎么样呢,太多地方是一样的,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前面我们那个,在资料库写入资料的时候 我有用过那个所谓的参数传递 那参数传递的话,它的好处就是说,你不用写那么多方法 这边有三个方法,其实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整理出来,变成一个方法就好了 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是传递参数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会变,所以这个可以变成参数 这个会变,这个会变,这个会变 所以有四个地方,也就是传四个参数之后的话 那上面这三个方法,就只要一个方法就好了 那差别是什么呢 差别是在这个地方 我把上面的部分做一个叫做拆解 然后后面加一个参数 我放了四个参数进来 分别S的话就是它的那个所谓的将来要在哪一个储存歌 然后再来就是说后面ABC 就是要不要显示 那传递过来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比如说我要拆解月的话就给J2 传递过来这个地方就把它改成什么?改成S 有没有?这地方 参数传递过来之后它就丢到哪里?丢到这里 对不对?然后呢 A的话就传递到哪里?传递到这里 这个地方 B的话在这里 C的话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只要拆解月的话就改成这样子 J2 919就好了 对不对? 拆解日的话呢 K2 991 拆解年 就是什么?L2 199 这样子就简单多了 也就是说本来需要三个方法的 现在只要一个就好了 有没有?三变一个 参数在这个地方修改就可以 OK那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最后再做一个清楚 清楚我想应该不用讲 你把它录下来就可以 OK那这里的话呢 各位试试看 把原来的上面的这个方法 再把它改成拆解参数的传递 OK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也把这个画面给各位参考 好